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里 所长必须要承认 论跳舞 咱世子是专业的 话说在烟熏小朋友昏迷不醒的时候 楚桥那个惊心照料可把所长给感动坏了 但是没想到在对戏的时候 银宝竟然开启了偷笑震动模式 而且借笑容竟然还把咱烟世子给感染了 俩人就这样对视着笑了起来 这个狗粮 所长吃的是心服口服呀 别急 你们还记得咱烟世子的母亲吗 对 就是那个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的白声 不得不说 这颜值在妈妈辈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所长给奶们科普一下 这个演员名叫李颖 人家年轻的时候就很美 奶们看看这张穿绿色衣服的照片 借笑容简直美待了有没有 还有这张小鹿相间的照片 借身材 借气质 所长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女神气息 奶们就说服不服 大秘密的新剧开机啦 就在今天 扶摇的官方微博晒出一个搭景视频 并奉化电视剧扶摇正式开机 来来来 所长先带奶们看看人家这六万平方米的实景拍摄场地 这一座座宫殿看的所长是眼花缭乱 远远看去这宫殿可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还有网友指出 这满眼的草皮也全部都是真的 而且道具什么的也都很精致 一把兵器要经过16道工序雕琢才能完工 一套衣服要用45天来制造 估摸奶们秘密和小天的衣服肯定套套都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所长还从视频中捕捉到了大秘密乖巧的小侧脸 目测又能看见帅气潇洒的男装秘拉 所长就想问一句 奶们期不期待 挖掘技术哪家强 真人秀里看银宝 话说前两天银宝刚被露透再录节目时 当起了凌厉的点餐小妹 这两天你影就又被发现 变身工人前往工地学习起开挖掘机了 只见他头戴红色安全帽 穿牛仔背带套装 装扮超有工人范儿 现场经过教练员的简单指导 赵丽颖就轻松上阵 坐在驾驶舱目视前方 手握操纵杆 这驾驶很专业啊 挖掘机神技能轻轻松松get到 卫银宝点个大大的赞 好 走走走走 OK 奶们还记得之前 沈腾在节目里看中的那只猴子吗 当时沈腾可是又让智灵姐姐帮忙 又向花花求助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把那只猴子从北非运回了国 只可惜沈腾还没高兴两天 就有网友给沈腾泼冷水 在沈腾的微博下留言 听说你的猴子是广州出口到国外的 此言一出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笑喷 表示我输千辛万苦弄回国 结果mayed in china 心疼我沈叔一分钟 而这边 沈腾也咆哮回复 我想杀了你 看来沈叔叔是真的扎心了 也要想当初沈腾在国外 见到这只猴子时 还动情赞美过 那猴子太生动了 我是真心 我想这些艺术品影响我的孩子 谁知生产这只猴子的图鞋 也站出来表示 这款属于做工比较差的 表情没那么生动 我们还有更好的 说到这里 所长都心疼沈叔叔了 求沈腾的心理阴影面积 今晚跨界歌王将进行总决赛的录制 破解谢娜邀邀请了老公张杰 作为跨界嘉宾 看看这些高甜的彩排照 他们小两口如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穿着一白一黑情侣装 恩爱对望 用温暖的眼神交流 瞬间虐死一票单身狗 粉丝们看到他们终于合体同框 纷纷表白送祝福 娜姐的脚伤了 目前有一些行动不便 时而战利时而作唱 老公张杰还充当起了小助理贴心照顾 看娜姐这自信的微笑 看来对比赛很有信心呢 官友们还根据彩排现场的舞美 就猜测起小两口要唱的歌曲来 他们身后这舞者是兵马俑吗 这是要唱一念之间 还是唱美丽的神话 这个还是等节目播出的时候 见分晓吧 今天呢所长先给奶们放松一段 结纳组合之前合唱的歌曲 闹啥这么闹 感受一下这夫妻档的强大气场 就在昨天 歌手林佑佳和妻子丁文奇在台北大婚 小两口手牵手 清清秀甜蜜 尽显唯美浪漫 但更浪漫的是他们童话般的小生活 微观新娘子丁文奇的微博 发现他俩简直把日子过成了诗和话 丁文奇做的一首好料理 中餐西餐说来就来 还很讲究营养搭配 光看这些摆盘就让人唇咸三尺了好吗 此外丁文奇还是没文艺够 自称林太太 甜蜜称呼林佑佳为先生 好甜好酥有没有 有俗语是这么说的 娶妻前生子后 运气会比较好 在老公与金曲讲歌王殊荣失之交臂后 他调皮安慰称 娶妻前不够忘 我们还有生子后 同时配上两人吃水搅宵夜的照片 更是承诺要给林佑佳生意打孩子来忘她 讲真 林佑佳你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啊 才能娶到如此贤妻良母 所长祝你们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